大家好,我是佳玉 我是斐碧 我們在史專題實驗中,我們負責的是挑選優良的紫實體 並加以純化,之後我們會製作太空包 然後做成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菌絲體,從紫實體裡面採出來之後生產成菌絲狀 然後做成總包跟總品,像這樣 總包跟總品做好之後要拿去滅菌,殺菌和滅菌,高風高壓 之後總包跟總品要總菌,左菌好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左菌好的太空包,這個是總包 這是左菌好的總包,左菌好的總包跟總品呢 一樣再做一份太空包,像這樣 之後直入菌種,直入菌種大概要走40天 40天直完之後變成這樣 然後條輪控師 條輪控師完之後就出谷 然後如果失敗的成品 會變成這樣 裡面是青梅菌,整包都是綠色的 不是失敗的 在左菌期間也要防止 太空包在左菌的時候也要防止上面會生長麵包 這都是不行的 大家好,我是山路 今天要介紹的是低溫培養箱的配置 然後我們利用了黑色的壓克力板跟白色的珍珠板 來區隔各波長之間的照射 然後我們的LED光源 統一設置在右上方 然後帶低溫培養箱的內部構造設置好之後 我們放入了太空包 然後 這是紅光,然後藍光,紫外跟白光 然後這個黑暗也就是沒有波長照射 然後我們利用了計時器來設定時間 第一次的實驗是 照射一個小時內照射15分鐘 然後休息45分鐘 第二次的實驗是 12個小時內照射6個小時 休息6個小時 然後我們溫度設定在25度C 然後它的溫度差正負2度C 大家好,我是又琦 在這次專定的實驗部分中 我們主要負責 菇巴生長來進來調濕 然後一天大約要噴3次水 分別為早上8點,中午12點 以及下午5點 然後這邊有台超音波多震盪器 它主要功能為 調濕 然後每兩個小時 出谷前每兩個小時會噴一次水 然後時間為30秒鐘 然後出谷後每一個小時會噴一次水 時間也是30秒鐘 大家好,我是直偉 我這次專題製作的負責部分是 紀錄 霧包的初步速度 還有 霧種的重量 以及 浸閃的顏色 還有汙染程度 以初步速度最快的是紫外燈 再換白燈 藍燈 紅燈 以及 最慢的是 黑暗 以初步產量最多的來講 是以藍光的最多 最少的是 黑暗 以俊閃的顏色 深淺來講 是以藍色的顏色最深 黑暗的最淺 然後 最後 是 汙染程度 汙染程度最嚴重的是 紫外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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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好 我們